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个商鱼座新月的影响之下,在农历二月,太阳上升的射手会怎样呢? 有几样东西要注意的,不是几样的,是两样的 第一,在我们人生的资源方面,会出现一个贵乏的现象 最热门的资源当然是钱,另外也可以说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精力 这些就是我们通常在西洋沿途里面泛清的资源,比较热门的 当然,最热门也一定是钱的,你打工,那些薪金,或者你平时的职续 这些方面会出现一个跌档,但是正所谓烂船都有三斤钉,八竹之虫死而不僵 剩下最后的资源,你要怎样去运用呢? 是的,即是我当做生意的朋友,生意损手烂脚了,剩下最后的十万元,那你究竟是拿来 去不去博多次呢? 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的时候,希望大家好运,如果有些很难的决定 不懂得去做,很重要的决定,真是生死关头,那其实是可以去塔罗的 此为一,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家企方面 那家企方面呢,隐缘人之间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也会有一些烦恼,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呢,射手座你竟然是在一个风高浪尖的位置 你会有一个华语权,那为什么呢? 未必是因为你在家的地位是很得高望重 例如,你未必一定是家的老人家,或者你不一定是父母 因为通常这些人才有话事权 就算我当你是子女,但是忽然之间家里有一些决定是你要去做的 或者你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那个资源拥有者,原来是你 例如什么呢?例如我当现在家里想要是否去搬屋 想要是否移民 虽然父母有很强的意见 但是最后原来出钱的是你 又或者原来要去搞那些法律手组,签约那些是你 那你才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又或者你才有相关的知识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原来最后很多的责任,很多的重担又走在你身上 然后我迫着要去帮忙做一些决定 再次,如果有些决定是觉得很...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话 也可以去问塔罗千博 最后祝大家可以平安度过农历二月份 再次,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